另外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纪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 旧金山多个华人团体于29日 在中国城举办纪念大会与抗战文物收藏展 没有道歉就没有和平 在众多侨胞的呐喊声中 纪念大会在中国城花园角登场 中国驻旧金山领馆总领事罗灵权以及侨胞代表 表达了对战争的惨痛回忆 以及对世界和平的渴望 亚洲的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千万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 也给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纪念大会上 湾区歌手演唱了《松花江上》 《黄河颂》等纪念抗战歌曲 人群中不仅有经历过战争岁月的老人 也有许多年轻人 这次大会令我们很激动 令我们这一年轻一辈 记住这段国家的历史 抗战文物收藏展也在同一天开幕 展出的珍贵文物包括清华日军军刀 记录日军暴行的原版照片 军队手蝶与太阳旗 透过文物重现当年日军清华历史 很多中小学生与湾区各地民众也参观了展览 我们希望这段历史可以传承下去 让世人知道我们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 所遭受的损失跟杀戮 承载着惨通历史的文物 仅是世人当今的和平来之不易 只有牢记历史才能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刘帅宇 旧金山报道